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天天精彩 天天 大家好 我是佳琪 大家好 我是Emma 是杨贤 家里有小朋友的孩子 有小朋友的父母们呢 其实都会特别呢 注重家里或者是外面的一些清洁的环境 就是讲说呢 如果他们去到哪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都会很注重讲说 这个东西干不干净 那个东西干不干净 生怕说一不小心你知道啊 有小孩子的时候呢 很喜欢拿东西来吃啦 然后呢 细菌呢 通通都会跑到肚子里面去 一不小心的话呢 腹泻的话就真的很麻烦啦 是的 其实简单来说呢 这个细菌在我们这个世界里面呢 是无所不在的 就从我们的食物 就到我们的这一些家庭啦 又或者是居住的这个场所里面 通通都会看得到这个细菌的存在 那当然呢 如果我们的这个环境不干净的话啦 食物不干净的话呢 都会导致怎么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说食物中毒啦 又或者是我们会生病啦 之类的情况都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哦 你看一下 国内四种数量最多 发生率最高的传染疾病 OK 其中一个就是食物中毒啦 在2016年的时候呢 已经是可以就是讲说很多了 已经是17,480这个了 然后呢 还有就是说什么呢 食源性的疾病 包括说食物中毒也是占上最多数的 也就是47.3的percent 那当然也不要忘记了 就是根据我们2019年提供的这个数据呢 就是说我们每100名婴儿当中就有一名婴儿就是死于腹泻 也就是食物中毒 那每100名这个儿童呢 就有一名呢 也是因为这个腹泻呢 而导致他身亡的 哎呦 好可怕哦 有没有哦 所以呢 你就知道讲说什么呢 今天如果要照顾好你的家居的卫生的时候呢 一定要非常的清晰 而且非常的小心 因为小朋友就是最脆弱的一环啦 对 那刚刚我们讲到了 就是说除了这个居家的环境肮脏啦 有很多细菌会导致我们这一个食物中毒之余呢 食物也扮演了一个很大角色 那大家可以看过来呢 如果我们米饭吃不完啊 重新加热又会食物中毒 那如果我们是主食这一些贝类的食物啦 都是会导致我们食物中毒的情况大大发生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 那当然也不要忘记哦 除了食物之余 就连厕所 不管是家里的厕所啦 又或者是公共厕所 我们的这个细菌的数量是很多很多的啊 好可怕 有没有 而且呢 我跟你讲说 马来西亚这样子的一个温度 其实是最容易导致细菌繁殖的一个温度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气候和温度是如何导致我们食物中毒呢 因为好 我们马来西亚的气候呢 它是呢 微生物繁衍的最佳条件 而且呢 是不可避免的 所以呢 你看一下啊 今天呢 细菌在4到60度的一个危险区 生长最快 20分钟里面就可以增加一倍这么多了 好可怕 有没有 也就是说现在呢 我们马来西亚的天气 真的很适合那个细菌的繁殖 那如果呢 我们没有就是说用对的产品 就是对阵虾药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啦 又或者是物品上面呢 做一个深层的洁净 或者是杀菌的这个情况之下呢 我们的这个环境真的是会有一点危险咯 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推荐的给大家的 包括说呢 有我们的清菌洁净叶 还有我们的蔬果洁净叶 对不对 清菌洁净叶的时候呢 你就可以用在哪里呢 用在可能说居家内外啦 家具上面啦 baby座的baby chair啦 或者是呢 你要带出去上公共厕所的时候啊 那些厕的板上面不是有很多细菌的吗 那个我们只要喷一喷就可以了 是的 当然不只是这样子啦 就连我们的那个键盘啦 或者是滑鼠都可以把它派上用场的 对 当然你今天可以看到 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Takex呢 对 它呢 其实获得了非常多的一个认证 对 就讲说呢 其实里面所有的这些 就是使用的这些材料呢 都是很安全的 然后呢 不会有任何这个敏感的化学作用出现啦 是的 而且是全天然有的 就是这个足萃取物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用起来呢 是更加的健康啦 用起来也是更加的安心啦 那让人不要忘记 今天套组非常强大啦 首先呢 我们有两大瓶的这个清菌洁净液 再来呢 我们也是有两大瓶的这个蔬果洁净液 当然不只是这样子啦 我们免费赠送给大家的呢 就是还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赠品要送给大家 那当然也不要忘记哦 今天这整个套组合 只需要九十九零级而已耶 哎呦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划算的 这些都是要免费送给大家的 而且我要跟大家讲说 现在的爸爸妈妈呢 其实呢 神经都绷到很紧的 对不对 包括说小朋友的玩具啦 甚至是小朋友每次在吃手的时候呢 都会觉得讲说很可怕 对不对 因为呢 手上呢 就是沾满了最多什么呢 细菌的一个部分 那现在呢 到底要怎样证明讲说 我手上其实细菌很多呢 很简单 OK 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做一个LAB的测试 OK 这个东西呢 我拿出来 这个呢 好像就是那种DNA的测试 这样子 对不对 然后呢 我就把它这样子 OK 插在我的手啦 的部分啦 这些啦 很可怕的部分 可能我们知道讲说 手上看起来很干净喔 你会觉得讲说 好像很干净这样子啦 但是 很可怕的 OK 你看不到喔 不代表它没有细菌 所以今天我们用测试的方式来测试一下 那个手喔 你没有洗的时候 会有多么多的这个细菌呢 是在我们的手上 手掌上面 那当然你想想一下 如果我们手掌肮脏的话 去准备食物给小朋友吃 诶 那个后果可想而知 会导致这个小朋友 会有这些肚蟹啦 或是食物中毒的情况的 OK 好了 然后呢 我就把它这样子放进去 然后呢 把它这样子给盖紧 OK 全部要盖紧之后呢 然后我们这边就可以过来 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仪器的哈 这个仪器就可以测试讲说呢 我手上的细菌呢 到底有多少 OK 很简单 这样子打开来 然后呢 我把它这样子放进去 然后盖起来 你看到前面这边哈 我只要按下去之后呢 它在分析当中 过后你就可以知道讲说 我手上的那个细菌喔 它是高达多少呢 2707耶 很高耶 有没有 所以呢 你看一下今天呢 看起来很干净的手喔 其实并不干净 那今天很简单 只需要用我们TUKX的 结菌的一个洁净液呢 这样子喷一喷 OK 然后呢 喷一喷上去 其实这个就好像我们平时的sanitizer这样子 然后你就这样子 好像洗手这样子啦 然后呢 最重要是什么呢 一定要让它晾干 OK 一定要让它晾干 不然的话 它手上还是会有那种细菌在上面 所以单简单来讲 我相信很多家里的这一些朋友们 你们可能家里都用sanitizer 但是今天不同喔 你买一小罐 都已经那么样一个价钱了 但是我们给你的呢 是两大瓶的这个清菌 以及两大瓶的蔬果洁净液 也只需要99零级 而且不要忘记 正品呢 还要送给大家一小瓶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洁净 清洁液啦 清洁液 而且呢 我跟你讲说 很多时候呢 我觉得说啦 对大人来讲呢 我们可能不会去理这种东西 可是如果你家里有小孩子的话呢 你真的一定要小心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小朋友就是很喜欢拿那些 比如说我们的那个玩具来玩啊 或者是拿我们的这个地上有什么东西就抓来玩啊 对 手上沾了很多细菌的时候呢 吃东西又拿东西来吃 对不对 是不是很恐怖呢 所以呢 今天一定要用的东西就是说 现在呢 我又把它这样子放在我的手掌心啦 这样子搓一搓 搓一搓 然后呢 再把我这些地方呢 缝缝细细的地方 搓一搓 OK 就这样子搓一搓之后呢 很简单 它已经是摄取了我的手上的那个那个 可能说手掌表面上面有什么东西 OK 很简单 就这样子放进去 然后呢 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的一个测试啦 对啦 那今天的这个测试呢 就是说 before and after 然后就是说 在我们用这个洁净液之前跟之后 会有怎么样一个差别 那刚刚呢 佳琪的手是比较肮脏啊 有2000多的这一个细菌在里面 但是现在呢 我们做了这个实验过后 我们就是喷洒了这个清洁液过后呢 情况会是怎么样 大家都会知道 那个细菌一定比较少了嘛 马上出来呢 你就会看到吓一跳的 哇 天呐 很多时候呢 你知道讲说呢 一下子呢 就已经是把它剪到很少了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要看到的一个成果啦 包括说今天除了有我们的洁净液之外呢 我们还有一个就是蔬果的洁净液 蔬果的洁净液呢 你看一下 如果说今天呢 我们的苹果啦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葡萄上面 你看起来不是会脏脏这样子吗 你用清水洗 怎样洗的话呢 它都洗不干净的 但是今天呢 喷了我们这个蔬果的洁净液之后呢 你可以不用担心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它可以帮助你减少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这个细菌啦 是的 所以呢 今天呢 有喷跟没有喷这个蔬菜 是蔬果的清洁液呢 完全是不一样的 因为如果没有喷的情况之下呢 你会发现到它上面呢 是布满了一层 就是好像辣这样子 然后呢 看起来颜色很暗淡 不新鲜的感觉 这就是我们从菜市买回来 没有喷过这一个我们的这个清洁液的这一个蔬菜啦 是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样子呢 有一层辣上面呢 然后尤其broccoli里面有很多那种虫啊 细菌啊 对不对 但是呢 今天呢 你看一下 如果说呢 我们震了 OK 你把那个洁净液喷进去我们那个水里面 震个十分钟 差不多十分钟过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 非常非常的干净 而且吃得也非常的安心 是的 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在农夫种菜的时候 他们会用肥料嘛 对不对 有些肥料呢 是那种 农药啊 农药啦 对 或者说肥料就是那种 积的便便等等的 所以都是很肮脏的东西来的 是的 如果呢 没有把蔬菜水果洗干净 有虫 有细菌 吃菌 肚子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是的 所以呢 今天我们带给大家呢 就是Tuckets 两种不同样的这个洁净液 包括说清菌洁净液 还有我们的这个蔬果洁净液 还有呢 再送给大家呢 有比较小瓶的 还有喷雾头 是的 全套只需要99令吉而已 想要让你就是小朋友呢 吃得更加的安心 更加的健康 全家人呢 在一个非常干净的环境中生长嘛 就要把我们的Tuckets给带回家啦 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 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用程式 把我们的Tuckets给带回去吧 你看一看 我们今天给大家Tuckets的强超强套组 包括说两瓶我们的清菌洁净液 还有两瓶我们的蔬果洁净液 不只是这样子啦 我们好礼相送喷雾头有两个给大家 我们笔形随身瓶有两个 还有呢 我们小瓶的这个清菌洁净液 也是要送给大家的 赠品总值是高达40令吉咯 但是你看下今天整个套组只需要99令吉而已 哇 非常的划算哦 是的 不只是这样子啦 今天呢 我们把Tuckets带回去 我们这个多功能的这个清菌套组呢 轻轻喷一喷 就可以有这个安心好生活的保障了 立即拨打我们的热线 又或者是呢 去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 把Tuckets赶紧抢过回家咯 你看看 很多时候呢 现在有孩子的爸爸妈妈 他们出去的时候最不能缺少的东西是什么 卵妻 对不对 他们可能呢 去到外面要做宝宝宝的时候呢 都会用这个卵妻 然后这样子抹过一轮 才让小朋友坐上去 喂的是什么 就是担心说外来的一些细菌呢 不小心宝宝手碰到啦 或者是身体上面碰到啦 再放进去口里面的时候呢 就有这个妒卸的一个情况啦 是的 那当然这样的情况不只是发生在婴儿的身上 就连呢 一些女性呢 有时用这个公共厕所啦 在办公司 或者是其他地方用这个厕所呢 会引起一些女人的病啦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可能因为那个厕所的那个座板啦 是不干净的 所以今天其实我们可以建议大家 就是把这个Tuckets带回去 然后呢 出到外面的时候 在这个厕所的板啦 因为是座位啦 喷一喷一喷干净了才坐上去啦 所以你看一下 其实呢 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Tuckets的 清菌洁净叶呢 无论是大人小孩都可以用 因为里面的原料呢 是非常的天然的 包括说有竹子的一个萃取 所以你今天呢 包括喷在你的车轮上 我们的这个车的方向盘上面啦 或者是呢 就家里的这个 我们的小朋友的玩具上面啦 你都不用担心 真的 因为它过后呢 可能口啊 冻到的时候 手冻到再放进口里面的时候呢 你都不用担心讲说呢 上面有更多的一个细菌 是的 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除了我们的这个清菌的 结晶液之之余呢 我们还有这个酥果的结晶液啦 那当然酥果的结晶液 不只是单单可以用在蔬菜跟水果 也不要忘记哦 就连肉类或者是我们鸡蛋这方面 也可以用到 那我来讲鸡蛋好了 平时鸡蛋你收割 一个星期它可能就会坏掉了 为什么呢 因为鸡蛋的表面上面呢 有非常多的细菌 导致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鸡蛋 会更加快地就是腐烂啦 或者是坏掉 那今天你把新鲜的鸡蛋带了回家 往鸡蛋上面喷一喷我们的这个清洁液呢 就可以延长它的这个保鲜器 而且我跟你讲啦 如果你要做什么呢 就是白煮蛋的时候 或者是茶叶蛋的时候 你都是没有洗鸡蛋的 你就这样子丢进去对不对 但是上面可能有那个鸡的粪便啦 有那种细菌啦 你吃得下去没有 太恐怖了 所以呢今天呢 把我们的TarCax的这个蔬果叶呢 往上面喷一喷 它就可以帮助你消除高达 99.99%的这个细菌之后呢 你再拿来煮这个茶叶蛋 或者煮这个白煮蛋的时候呢 就更加地干净 而且不会导致你腹泻啦 当然你看每次我们手碰到的东西 都有机会沾染上我们这个什么呢 就是细菌啦 鞋子啦 然后家里的一些地毯啦 或者是这种门把啦 这种门把你一摸上去的时候 小朋友也会摸嘛 对 然后你不会记得去洗手的 是的 你会记得去洗手 也只是说吃饭之前 可是很多人没有这样的习惯的 对 但是呢 今天呢 你如果说呢 家里有我们的这个就是喷雾罐的话 你喷一喷 随时喷一喷的时候呢 它就可以帮助你消除更多的细菌了 是啦 这就是我们所谓清洁的定义 其实不只是打扫家里 就连我们做个生成的洁净 比如说要杀菌 要清菌 都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洁净液 那当然呢 如果你看看这片肌肉 在使用前呢 它的荧光就代表了 就是细菌有很多在这个肌肉上面 那当然呢 我们如果在这个肌肉上面 往肌肉喷上我们的这个洁净液的话呢 你就会发现到所有的那个细菌 就会慢慢地越来越少 慢慢地减少了 也就是说 你看 第一 你吃的时候没有细菌 就不会腹泻 第二 也可以延长保鲜期 是的 因为很多时候 我们买菜 买肉 都是一次过买很多回来的 对不对 真的 然后呢 尤其是我自己 买菜的时候是不是 一回买回来过后 可能过两三天 它就已经是枯黄了 所以今天呢 我可以跟大家说 你可以把我们这个蔬果洁净液 就喷进那个水里面 然后你再把你的菜放进去 挣个十分钟再拿出来 收藏在你的冰箱里面的话 它的保鲜期会延长更久 是的 你看 我没有看到 就不代表说没有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们做了这个洁净的话 就真的是可以吃得更加的安心 那当然在外面购买的话 一瓶也需要36令吉了 那如果你买四瓶的话 肯定是百多 200令吉了 对不对 是的 但是今天你看 其他地方也是一样36令吉 没有免费正品的 对 所以我们今天是给大家 两罐我们的清菌洁净液 还有两罐我们的蔬果洁净液 只需要99令吉而已 这边已经是有四瓶了 但是我们还要送给大家 就是两瓶这个 笔型的水神瓶 还有这个喷雾瓶 还有两个喷雾头 赠品总值已经是高达40令吉了 等同于说减掉我们的赠品的话 只需要差不多59令吉 就可以把我们四罐 这么大罐的洁净液给带回家了 所以不要再等了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 或者是上网 把我们的TuckX协净液给带回家吧 输入Postcode 选择地区 输入门牌号码和路名 您所订购的产品 就随即为您送上 天天精彩 天天外 HunkX多功能清菌套组来了 CJ王手清菌套推荐 它是护家的新品 我们强力推荐给大家 觉得爱情价的朋友要看过来了 最重要的是它性质温和 不伤我们的肌膚 含有毒褪取物的成分在里面 当然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你看第一罐 我们是给大家清菌洁净液 所以你可以用在哪里呢 居家内外 汽车 游乐场 公共设备 或者是我们的办公环境 让它更加的干净 是的 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第二种洁净液 有的是蔬果洁净液 它可以照顾我们安全的饮食 让我们更加有保障 只需要清洁的一喷 就能够有效清除高达 99.99的一个细菌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 你知道吗 现在人呢 每次出去的时候 都不习惯洗手的 他们习惯怎样呢 用那种液体的那种清洁液 或是喷的那种清洁液 其实是非常的方便的 就连爸爸妈妈 如果家里是有小朋友的话 他们特别注重这一环 为什么 因为小朋友就是比较脆弱的一群 如果说手上沾了一些很肮脏的东西 再放进口里面 因为他们很喜欢吃手嘛 对不对 所以可能又会导致腹泻的情况发生 我跟你讲 如果小朋友发生腹泻的时候 爸爸妈妈会特别紧张的 对不对 那当然除了就是小朋友 或者是大人的手上 就是要有涂上这个洁净液之源 其实我们家里很多地方 都可以把这个洁净液给用上的 那大家来看一看这个报导 就是说 其实那么多种不同的这个病呢 食物中毒是发生率最高的 其中一种这个病来的 哎呦好恐怕 对不对 而且你看一下 就在我们的这个食源性疾病当中 食物中毒也是占了最多数的一个部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回到来马来西亚的时候呢 其实到处都有这个细菌的存在的 对不对 到处都有一个细菌的存在的时候呢 当中我已经讲了 就是小朋友呢 也是最容易受到侵犯的一群 所以你可以看到讲说什么呢 新生儿当中呢 腹泻导致死亡率是高达3%这么多 3%是很多很多 有没有 是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来的 所以说没有看到就不代表没有细菌 那当然不要忘记 细菌除了就是会导致我们腹泻之外呢 它就是因为藏在很多不同的地方 不管是食物啦 还是我们的这个居住的环境之内 都会有很多的细菌 比如说 有些人呢 米饭吃不完 重新加热 它也是会导致他们食物中毒 那再来也不要忘记啊 比如说贝壳类的食物啦 还有水质比较差的这一些食物呢 都是会导致我们所谓的这个食物中毒 再来也不要忘记车里面 其实呢也是比我们厕所里面的 这个细菌多出十倍那么多的 好可怕 有没有 所以呢 其实你真的是要很小心 因为细菌无所不在 更何况是在马来西亚 为什么呢 因为在马来西亚 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天气 其实细菌的这个增长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为什么呢 因为细菌呢 最喜欢呢 是在我们的这个 就是差不多4到60度的一个危险区域中 生长的最快的 而且在短短的20分钟里面 然后它的数量 就增加了一倍这么多 所以呢 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呢 就是Tuckets啦 它是可以呢 提供一个健康便捷 又有效的一个解决方案啦 是的 今天有的就是两大瓶 这个清菌的洁净液 再来呢 有两大瓶的蔬果洁净液 你看总共只需要99零级而已 而且套图里面 还有赠品要送给大家 是的 赠品啊 就是包括说我们的喷雾的啦 这个比较小罐的啦 还有笔形的一个随身瓶啦 还有我们这个喷雾头两个 赠品总值已经是高达40零级这么多啦 是的 所以今天呢把整个套组给带回去哦 就是说从你的手啦 然后又或者是到家居的这些环境啦 又或者是到食物呢 都可以是变得非常的干净的 是的 而且我跟你讲说什么呢 今天哦 如果说你在家里呢 有进行可能煮食的部分的时候 是不是有砧板啊 砧板上面 如果长期没有换的话 对 极多细菌在上面 你知道吗 然后呢 你又放食物上去切切切切 然后那种细菌又全部粘在那个砧板上面了 所以呢 今天呢 记得如果有我们的这个TACX的话呢 对 它使用的这种原料呢 全部已经是获得认证了 所以呢 你今天喷上去之后呢 你不用担心讲说你吃下去是什么不能吃的这种化学物品 不用担心 因为我们全部已经获得认证 你呢 喷了之后呢 它对身体是没有嗨 反而是有效的 为什么呢 它可以清除高达99.99的这个细菌啦 而且就像家庭刚刚讲的啦 我们的砧板啦 我们的布啦 全部都很多细菌 很多人就用热水来烫 很浪费煤气 又很浪费时间 为什么不要用我们的这一个洁净液呢 更加的快速啊 因为呢 我们可以用在什么地方呢 什么地方都可以用 比如说 sofa啦 孩子的baby cot啦 小朋友也可以用啦 厨房也可以用啦 甚至是你的橱柜啦 房间啦 还有就是这个厕所 最多细菌的一个地方 所以呢 什么地方都可以用 喷一喷就比较安心一点啦 是的 那我们说每个地方都有细菌 然后我们手每天都会去碰不同的地方嘛 所以呢 其实手哦 细菌的数量是多得非常非常惊人 是的 那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测试好不好 OK 你看一下啊 很简单啊 Emerson的手看起来很干净 很干净 对不对 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看起来干净就可以了 可是如果我们真正的做一个测试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讲说 其实我们手上的细菌多得非常的可怕 对 而且呢 你家里每一个角落哈 今天呢 很简单 然后呢 只要放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测试 来看讲说 它手上刚刚好 只是这样的一个面积哈 就已经是有多少的这个细菌蕴藏在里面了 是的 那我刚刚的手呢 是没有洗的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仪器呢 来测量我们手上到底有多少细菌了 大家可以看得到哦 这个数字呢 会是非常惊人 有两千多 两千六百 两千六百 二十八 二十八 这么高的一个指数 OK 现在很简单 我们只需要轻轻的这样子呢 喷上去之后 喷一喷 然后呢 其实你手上有那个液体就可以了 然后让它自然的风干 是的 就是这么的一个简单 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小朋友啊 或者是呢 今天说出去外面啊 上课回来过后啊 手啊 身上啊 不是很多细菌 是的 然后又立刻坐下来做什么呢 做我们吃饭的一个动作 对 用手吃东西的话 是不是很麻烦 那今天呢 你看一下 就可以呢 直接再做另外一次测试 因为呢 我们已经是怎样呢 喷过了 我们这个洁净液了 OK 是的 OK 很简单的 只需要呢 喷一喷 然后呢 我们今天呢 把刚才的这个拿出来 再把我们这个洁净棒呢 放进去之后 OK Tester放进去过后 我们再做另外一次的test 看一下 它现在的指数到底有多少啦 是的 那刚刚那个呢 就是有两千多嘛 不要忘记 就是说两千多 就是很多细菌的意思 那如果我用了这个洁净液过后呢 我们的这一个细菌的数量到底会不会减少 我们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来读取了 可以看得到细菌的那个数量呢 是减少了很多的 你看看 只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啊 已经是有这么大的一个分别 更何况是我们在久了一点之后呢 它发挥更大的一个效用之后呢 就可以减少更多的这个细菌啦 那记得你看一下 很多时候哦 我们呢都知道讲说呢 你看一下 不同的一个地方呢 它其实会产生不同的这个指数 对 你要看一下哦 其实一千五百多哦 还是很高的哈 如果说今天它是要及格的话 是不是 它必须是要在我们多少呢 三百多以下 或者是总之是要三位数以下的啦 OK 这些才是安全的 是的 然后呢 比较高一点的话 这个超过三百的话呢 你就要注意了 不及格哦 是超过四百就已经是不及格了哈 最多是超过一千 所以呢 你看一下 超过一千的话 其实还是不及格的 有没有 但是刚才我们手上的细菌呢 轻轻松松就已经是超过两千多了 所以你可以知道说 小朋友如果手上肮脏的话 放进去口里面 很可怕啊 是的 当然除了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我们的这一个清洁度之外呢 也不要忘记 今天我们真的是可以把你的家居 弄得非常干净 因为我们有的就是这个 清菌的洁净液 两大瓶要给大家 还有苏果的洁净液 再来呢 我们笔形的这个随身瓶啦 小瓶的这个喷雾啦 还有喷雾头都是通通要送给大家的 是的 正品总值已经是高达四十令吉 但是呢 我们今天的整个套组呢 非常的吸引人 只需要九十九令吉而已 那当然不只是这样子 刚刚佳琪我们说了一系列 就是说家居环境啦 我们的家屎等等的这些 细菌存在的问题 当然不要忘记哦 当然除了食物 除了这一个家居家屎之类呢 我们的食物呢 也是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个细菌 那当然呢 乍看之下是看不到细菌 那当然如果我们把它放大来看呢 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这些细菌啦 比如说我们这些 好可怕 大肠杆菌啦 或者是沙门氏菌 这些都是非常危险的细菌 是的 所以就这样子呢 不要忘记就是说 我们其实可以用我们的这一个 洁净液呢 噴散在我们各个不同的食物的这个表面上面 鸡蛋啦 蔬菜水果是非常适合不过 因为上面有很多这个细菌 把它喷了上去 就可以保鲜保得更久 然后吃得更加干净 因为我们是有两种不同的这个洁净液啊 包括说刚才喷在手上的那个是 清菌的洁净液 但是另外一种呢 你喷在食物上面 蔬菜上面呢 就是我们的蔬果洁净液 所以是两种不同的东西来的 对 所以呢你今天呢 除了说可以保持家居的环境之外呢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可以保持我们食物的清洁 broccoli这种你可以看到 外面买回来的时候 好像上面有一层辣这样子 而且broccoli大家都知道 里面呢 这些很难洗的 对不对 所以很多细菌啊 或者是这些虫子都会藏在里面 但是你看到 我们呢 在使用了tuckets 震了差不多10分钟之后呢 你就可以知道讲说 那个颜色已经是截然不同了 对 第一就是截然不同 第二就是里面的细菌呢 都是比较干净 就是说没有那么多的细菌了 那要去烹饪啦 来煮的时候呢 也是会更加的清洁 方法很简单啦 就泡在水里面 这样喷一喷就OK了 震一个10分钟 就让你的蔬菜是更加的干净 那接下来时间要做的东西 就是把我们的整个套组给带回去 方法非常简单 拿起你的电话 拨打我们的热线 又或者是呢 去到我们的手机applicationCJ Wallshop 把Tuckets给带回家吧 给大家的超强套组 就是我们的Tuckets清菌洁净液 有两瓶 还有我们两瓶的Tuckets蔬果洁净液 不只是这样子哦 我们好礼商送 喷路头有两个 笔心随身瓶有两个 还有呢我们呢这个清菌洁净液的喷雾呢 也是要送给大家的 价值已经是去到40令吉了 但是呢我们整个套组 今天你是马上省下了45令吉那么多 只需要99令吉就可以把它带走了 而且不要忘记哦 今天要做的东西是非常简单的啦 轻轻喷一喷 就可以让我们有这个安心生活的好保障 立即拨打我们的热线 又或者是呢 去到我们手机applicationCJ Wallshop 把Tuckets给带回家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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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Tuckets的多功能清菌套组 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啦 虽然我没有孩子 但是我每次看到我朋友带孩子出去的时候 好像要打仗这样子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呢他们要去到餐厅的时候 要坐那个baby seat的时候 对不对 他们一定会用那种web wipes 或者是那种 湿纸巾 对湿纸巾 就是从头到尾把那个baby chair呢抹干净 才可以安心的让那个宝宝坐在上面 为什么呢 因为知道喔 宝宝呢 他们很喜欢触碰到到处的时候呢 再把那个手放进口里面 所以呢 通过这样子一个接触呢 小朋友其实会吃很多细菌进去身体里面 是的 其实不只是这样子啦 除了我们的这个baby chair抹干净之余呢 不要忘记喔 如果你在外面用外面的餐具的这个餐具的话呢 对 其实也是非常肮脏 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再洗啦 对 所以呢 我也是会看到很多爸爸妈妈呢 就是把这个清洁剂 清洁剂 带出去抹干净的 是的 所以你看一下喔 其实呢 你今天在外面买一罐清洁剂 其实价钱也蛮贵的 对不对 倒不如今天呢 你就把我们整整套带回去 因为我们是很大瓶的嘛 然后我们又有这个随身的小瓶 这个是送给大家的 甚至是呢 那个铅笔型的那个呢 随身皮 你也可以随身带在身上 然后就非常的方便 去到哪里就喷到哪里 你觉得肮脏的地方呢 你再喷一喷 你就比较安心一点喔 真的 预防胜于治疗啦 这种东西呢 不能就是说等到你有生病了 时候你才来买的 因为这种东西 细菌这样的东西 我们是永远都看不到 但是它看不到 不代表不存在 所以今天要做的东西 一定就是要把我们的这个洁净液 给带回去 也不要忘记喔 套组里面有两种不同的洁净液 首先呢是我们这一个 任何一个表面都可以拿来做一个 清菌的洁净液之类呢 我们还有的就是这一个 蔬菜跟水果的洁净液啦 那这一个洁净液呢 就可以用在蔬菜啦 水果或者是任何的食材表面上面 这些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呢做一个测试好了 腐烂的速度 对不对 因为细菌越多的话呢 它腐烂速度自然就更快了 尤其是好像这种水果啊 你如果说没有洗干净的话 你放进冰箱里面 还是一样是不是会烂掉的 对不对 但是今天呢 before你放进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就是这个 就是冰箱里面 你先喷一喷我们它 它呢就可以减少我们99.99的细菌之余呢 也可以延长它的一个保鲜度 是的 而且不要忘记了 今天我们整个套组还有很多的真品 只需要99令吉 四大瓶那么多 那如果你在外面购买啦 其他平台购买的话 一瓶都已经36令吉了 而且是没有送你free gift啦 又没有送到你家这样子的这个情况 只是单单一瓶啦 对 四瓶就百多块了 对不对 哎呦 你看一下 其实呢真的是啦 36块 你这位买一瓶 倒不如在我们这边的四瓶 只需要99令吉而已 还包括两种不同的这个洁净叶 清菌的洁净叶 以及蔬果的洁净叶 只需要99令吉 而且不要忘记啊 我们这个笔型随身瓶 还有比较小罐的这个喷雾呢 喷雾瓶还有这个喷雾头 通通都要送给你啦 你带出去外面是更加的方便啦 我自己是很喜欢那个笔记型的那个啦 因为够小嘛 对 所以可以放进这个女生的随身包包里面 因为女生我跟你讲啊 每次去上厕所喔 真的很麻烦的你懂吗 对 因为厕所就是脏脏的对不对 对 所以呢你就可以用这个笔记型的喔 往那个侧板上面喷一喷 你就可以坐下去做得非常安心啦 而且你不用担心没有滴水啦 你就说喷一喷的话 过了一下子它就会风干干 干掉了 就可以安心地坐下去 那再来也不要忘记 我们刚刚给大家一直讲的 就是这个清菌的洁净液 也不要忘记喔 我们蔬果洁净液其实也是非常重要 就比如说我们从巴沙拉 或者是市场买了这个鸡蛋回来 如果没有及时来做这个清洁的话呢 就是杀菌的这个工作的话呢 其实它是很容易 就是说在我们煮菜的时候 烹饪的过程当中 就是导致我们的这个食材受到污染 然后吃进肚子里面导致腹泻的 但是呢今天如果你把这个鸡蛋带了回家 就是说在清洗之前 烹饪之前就是用这个鸡蛋往上面喷一喷 就可以把所有的细菌给杀死了 是的我自己是非常喜欢的啦 而且这种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呢如果家中有小朋友的话呢 这个真的要很小心啊 因为呢他们去到幼儿园上课的时候啊 一定是满身细菌回来的对不对 然后满身细菌回来的时候 很多时候呢就立刻坐下来吃饭了有没有 吃饭的时候又会用手这样子去拿的时候呢 那些细菌全部吃进去肚子里面 小朋友的身体是比较脆弱的 没有像我们大人这样子比较长大了嘛 对不对没有这么容易生病 他们呢在细菌的侵袭之下呢 就非常容易生病又腹泻 腹泻很严重你知道吗 所以呢爸爸妈妈你为了这个小朋友的安全的话呢 其实呢今天把这个Takex带回去 给他们随身的这样子喷一喷 手上面这样子喷一喷 因为他们不喜欢洗手嘛对不对 叫他们去呢对 他们又很懒惰 你看一下就连是我们一些生肉 我们现在做一个试验给大家看 荧光上面呢都是我们这些细菌存在的细菌 今天用我们这个蔬果清洁液来喷一喷之后呢 你看一下我们的细菌呢大幅度的下降 因为那些荧光已经是没有了对不对 对所以呢今天我们把这个食材买了回去 要及时的做一个清菌杀菌的这个动作 那因为呢有时候细菌没有了不代表呢 你吃的的确也是不会肚子痛的 可能就是因为有毒素在里面 所以今天呢你要做一个深层的洁净 又或者是呢去到我们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式CJ WowShop 把TarkX整个套组给带回家吧 TarkX多功能清菌套组就在我们CJ WowShop啦 护家新品厂里推荐 是的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套组呢非常的强大 而且不要忘记哦 我们这个TarkX呢是性质温和不伤我们的肌肤 而且它含有这个毒的萃取物的成分 所以让你用得非常的安心啦 第一款是我们的清菌洁净液 你可以用在哪里呢 居家内外汽车 游乐场 公共设施 办公环境 都可以用上它 太方便了 那第二瓶有的是苏果洁净液 它可以让我们的饮食更加的安全 更加的有保障 不管是苏果啦 或者是我们的肉类 都可以把它往上喷一喷哦 只需要轻轻的一喷 就可以有效清除高达99.99的一个细菌 非常的有效哦 但是整个套组也只需要99令吉而已 赶紧行动拨打热线 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用程式来抢购吧 你看一下很多时候呢 我们要用这个洁净液的话 其实到处都可以用得到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你看一下 今天我们用tuckets的话呢 包括说你家里的这个sofa啦 baby court啦 小朋友啦 或是厨房里面 甚至是一些可能我们放鞋啊 鞋子上面很多细菌的 鞋柜的地方 还有就是我们这些常年都是比较潮湿的厕所的部分呢 也可以用得上它 而且呢 车内的细菌啊 有做过研究啊 更多的 车子的方向盘也可以喷一喷 是的 那车子里面的细菌比厕所多出十倍 不但是这样子啦 除了刚刚我们家里讲第一款的这个清菌结晶液 之余呢 也不要忘记我们带给大家的这个套组里面 还有蔬果的结晶液 是的 那蔬果的结晶液呢 是可以往很多我们的食材上面呢 做一个喷洒的 不管是蔬菜啦 水果啦 鸡蛋啦 肉类都可以 因为我们爸上买回来哦 不知道里面是几肮脏 有几多细菌 喷一喷吃起来更加的有保障啦 是的 而且呢今天呢 还有一个地方 大家要很注意的是什么 每次在厨房里面的时候呢 你一定会备菜的对不对 你一定会切菜 切肉 然后你是在哪里切 金板上面啦 针板上面切 可是这种针板啊 你每次洗了啊 你以为它很干净吗 我跟你讲 今天我们就做一个测试好了 我们就用我们这个呢 就是试验棒呢 你还要这样子转转转转转 然后呢看一下说 我们今天这个针板上面 它的细菌到底有多少啦 是的 那非常简单的啦 我们来做这个测试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里面细菌 到底是有多么的严重啦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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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放进我们今天 这个special的仪器 这个special的仪器呢 就可以让大家看到讲说 今天它的那个容量 细菌的 应该不是讲容量 细菌的数量 到底有多少啦 OK 经过呢可能说 2秒钟的一个测试之后呢 哇 804的这个细菌量耶 是的 我跟你讲啊 804其实是很多的 对 为什么呢 因为呢我们要看一下这个东西 这个表格 很简单 你就要看一下 OK 今天呢我们这个及格 它必须是要在300以下的 OK 这些呢各位数 OK 你都可以看到讲说呢 这是及格的 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400多啦 这些都已经是超出很可怕的一个 诶 不及格 超过400就已经不及格了 有没有 所以你的金板呢上面呢 超过600 就已经是很可怕了 刚才我们是800多 对不对 所以呢 证明说 它的细菌已经是非常非常多了 那但是如果呢 今天我们在家里很麻烦 用这个热水来烫的话太麻烦了 今天不用紧把我们的这个洁净液呢 就是给它喷上去就可以了 你看用这个方式就可以把我们砧板上面 所有的细菌呢 就是给它清除掉的 是的 然后呢 记得一定要让它先风干嘛 对不对 然后呢 风干了之后呢 我们进一步 我们可以再喷一喷 就喷多一点 让它讲说呢 它的这个洁净液 可以渗入到我们的这个什么呢 金板里面 因为它是木板来的嘛 对不对 而且细菌全部在下面的 所以它在缝隙里面 所以呢 等它晾干了过后 你就会发现到细菌的这个数量 当然是大大大幅度的来减少啦 是的 所以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今天 金板上面 有很多那种肮脏的细菌的 这些细菌呢 其实都很危险的 为什么这么说 这些都是会导致呢 我们呢 食物上面呢 沾上很严重的这个细菌 对 比如说是什么 因为肉上面呢 尤其是生肉 其实呢 你看一下 这些肉呢 会肢长这些细菌 包括说什么呢 金黄色的葡萄球菌 沙门氏菌很危险的 对 还有这个大肠杆菌 以及弯曲的这种杆菌 这些都是会导致人体发生严重腹泻 很有可能会导致致致命的一种细菌 所以这些呢 我们都要非常的小心啦 那记得今天呢 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什么呢 就是清洁的这个 清菌洁净液呢 你可以用在非常多的地方 包括说家里厨房的部分 我们的浴室的部分 甚至是呢 可能小朋友的玩具 他们的玩偶 甚至是呢 他们的餐具上面 都可以进行一个消毒 还有结菌的 是的 所以今天不要忘记了 除了就是我们这个清菌的 这个洁净液之余呢 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 我们的这个蔬果洁净液 也就是说 今天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 除了我们的这个家居表面之余呢 就连在厨房里面的食材 也是可以做一个杀菌 清菌的这一个动作的 尤其是我们今天把这个蔬菜 肉类 鸡蛋买回来的时候 你不要以为 它看起来很干净 尤其是鸡蛋上面呢 它可能就留有这一个味 它没有就是process的 它就是那个鸡蛋里面 可能有鸡的便便啦 有很多细菌在上面 你没有清洗干净 直接拿去做这个生熟蛋的时候 你吃了一定会 就是说有这个腹泻的情况 对不对 你看一下刚才我们已经喷了 我们这个金板啦 金板不是 针板 针板 所以针板过后呢 我们现在就要这个 之后的一个测试 那你现在呢 就可以喷 就是在我们这边上面抹一抹 然后很简单的 今天呢 就可以把它放进去做一个测试啦 是的 那简单的就是说 我们做同样的测试 然后再摇一摇 然后再把它放在仪器里面进去 我们就可以测试到呢 我们喷洒了这个洁净液过后呢 它的那个细菌的数量呢 到底有没有减少啦 是的 我们现在要重新再测试过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讲说呢 今天呢 在喷洒了我们TAC-X的洁净液之后呢 其实它出来的成绩 非常的不同OK 那非常简单的东西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TAC-X多功能的清菌套组呢 就包括说有两种不同的这个洁净液 对 一个呢就是我们清菌的洁净液 而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蔬果的洁净液 所有有关食物的东西 你都可以用我们这个蔬果的洁净液 对 然后呢 物体上面的东西呢 就可以用我们这个清菌洁净液 是的 而且你不用担心哈 里面是有什么化学物 对 我们使用的完全是全天然来自竹子的一个萃取啦 是的有了这样的这个清洁剂呢 比如说你在家里啊 就是小朋友的这个范围那一边 如果小朋友很多玩具的话呢 其实都可以在定期的做一个清洁或者是护理 就是往小朋友的这个玩具上面呢 喷洒我们的洁净液 就可以把这些细菌杀死 然后呢就可以避免小朋友就是说 不小心碰到这些细菌啦 然后导致它的这个腹泻的情况了 而且我要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在马来西亚呢 其实呢我们这个细菌的滋长率 它呢是非常的大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是在一个比较温热的环境当中生长的嘛 所以你看一下啊 来自我们这个就是官方的数据就显示讲说呢 其实食物中毒哈 它的那个频率是非常高的 而且呢是在逐年的增加当中 而且呢在食原性疾病当中呢 又以食物中毒最高 所以呢它发生频率是很高的 是的也就是说呢 那今天你家里的小朋友真的是非常的容易 就得到这样的一些疾病啦 比如说你看我们另外一个报导呢 就有估计每100名婴儿当中呢 就有一名婴儿就死于腹泻 那100名儿童或是少年呢 也会有一名呢就是死于这个腹泻 所以是很夸张的一个数据来的 那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发生 我们真的需要做一个保护啦 就是说全面的一个保护啦 是的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 今天呢我们会在什么地方接触到食物中毒 这样子的一个case呢 因为每次呢食物中毒的话 你都不知道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对不对 那我现在就让你看一看 其实呢在很多地方 你都会接触到这个 就是细菌的一个部分啊 包括说呢可能说你吃下去的一个东西啦 或者是说今天呢可能呢不干净的这个厨具啦 还有就是呢不干净的一个环境啦 缺乏自我卫生没有什么洗手啦 还有就是什么呢你这个态度啦 这些呢都不对 还有没有干净的一个供应水啦 以及不干净的这个环境 有老鼠啦有蟑螂啦 都会出现这个食物中毒 哎呦很可怕对不对 而且呢食物中毒 并不是讲说你只是吃东西而已 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细菌 食物当中的细菌一多的话 你也会食物中毒 而且呢我们为什么在马来西亚 细菌会很多呢 因为呢4到60度的这个温度呢 是最适合细菌增长 而且细菌增长最快的 短短量20分钟里面呢 它的细菌量呢就会增加一倍这么多耶 所以你不要讲说放在那边一下子 它就不会增长细菌 20分钟里面就可能会中毒了耶 真的太夸张太恐怖了 所以呢今天我们从头到尾一直都在讲的 就是我们这个细菌嘛对不对 所以呢细菌这个东西无所不在 从食物到我们居家环境都一直会存在着的 就比如说有时候我们这个米饭吃不完 隔天再加热 会导致我们什么食物中毒 你看非常恐怖对不对 我们的贝类 我们的这一个贝类跟我们这个水汁呢 是细细相关的 怎么样去煮的话呢没有煮好 就是说如果细菌有在的话呢 没有煮好的话 吃下去又会有这一个肚子痛的情况 再来你看我们车内的细菌数量喔 是厕所的10倍那么多 你肯定没有想过吧 车子还可以比厕所更加的肮脏你知道吗 真的所以呢你看一下 今天呢保护居家环境 保护居家卫生是非常的重要的 今天呢只要把我们的Tarkex 包括说有清菌洁净液2瓶 还有我们的蔬果洁净液2瓶带回去呢 只需要99令吉就可以保障我们的身体健康啦 而且不要忘记啊整个套组里面还有很多的正品啊 我们笔型的随身瓶 我们小型的喷雾瓶 再来呢喷雾头通通要送给大家 今天要让我的家具更加的安全更加的卫生 让我们的食材更加的卫生的话呢 只需要一个99令吉 把Tarkex带回去喷洒在上面就OK了 绝对是非常的值得的 爸爸妈妈们们现在赶紧行动拨打热线 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用程式 把我们的Tarkex带回去吧 天天精彩天天哇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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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